这对小情侣来到废弃医院 正准备深入交流感情 男人用听诊器探索着 突然女人发现房梁上 有一个黑影 吓得他惊声尖叫 把男友踹倒在地 拔腿就跑 很快警察接到报案 赶到了现场 这个受害者 身穿白色护士服 不仅身上干干净净 就连指甲都涂得很漂亮 通常情况下 护士绝不会这样打扮 警察老方一眼就看出 他生前一定不是护士 就在这时 女人的眼角流出血泪 身上也不断有水滴落 尸体好像被冷冻过 经过法医鉴定 死者身体没有损伤 但肺部却已经被冻成巧克力 而且他曾被侵犯过 可凶手却没有做最后一步 所以法医推断 凶手可能有生理缺陷 女人则因身体 被注入急动气体而死 警方把嫌疑人锁定在 死者丈夫身上 巧合的是 死者去世前 丈夫还在夜店蹦迪 被狠甩十几巴掌都没还手 而且死者还买了高额保险 面对警方询问 男人也是遮遮掩掩 直到老方进入审讯室 戳破这个渣男的身份 这才老老实实交代 他真的没有动机杀人 虽然自己经常偷情 但俩人是协议离婚 协议书上标明结婚满四年 他就能拿两千万 现在还有一个月 并且死者保险受益人是他的弟弟 所以不管怎样 他都不是嫌疑人 随后 老方找到保险员小陈问话 得知死者弟弟还在国外上小学 这更不可能了 保险员脸皮也挺厚 被警察问话都不忘推销保险 正在警方一筹莫展之际 凶手再次作案 这个凶手太讲究了 烧一壶滚烫的开水 淋在尸体的膝盖上 把关节烫软后 摆成合适的角度 再画上腮红眼影 涂上明艳的口红 紧接着给他穿上洛莉塔公主裙 瞧 一个精致的人偶就做好了 尸体在海边被发现 从作案手法上来看 与上起案件基本重合 可以断定这是一起连环杀人案 老方决定从俩人的社会关系着手 根据调查 发现俩人在十年前是高中同学 而且他们还有一个闺蜜小景 很快老方找到小景 把两人的死讯告诉了他 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消息 小景感到很诧异 毕业以后 他们就断了联系 在记忆中也并没有仇人 线索再一次断了 老方只好先行离开 就在这时 凶手行动了 等小景回家时 发现原本畅通的路上 设置了障碍 他只好拐进另一条陌生的路 结果这里也在事故 小景正打算掉头 身后窜出一辆白色面包车 车上的凶手冲了下来 小景立刻关上车窗 他奋力挣脱 逃到一家废弃工厂 小景躲在角落 他从柜子里抽出木棍 死死盯着地板 看见凶手的影子靠近 他只得咬牙一搏 一棍重击 将人打倒在地 再定睛一看 把木棍都吓掉了 哪是什么凶手 这是警察老方 当小景遇到凶手时 正和老方通电话 听到小景的求助 他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现在基本可以确定 他就是凶手的下一个目标 老方不放心他一个人 于是护送他回家 小景的丈夫是个古董收藏家 他去世后 小景就和他姐姐一起生活 为了协助警察办案 小景找到了学生时期的照片 当时很流行Coffplay 所以照片上的人 都穿着各种不同制服 巧合的是 之前两个死者穿的衣服 和照片里的一模一样 顺着这条线索 老方找到了一家俱乐部 俱乐部的老板表示 死者穿的衣服款式太过老旧 现在除了一个喜欢怀旧的财富 基本没人会做 就在这时 第三名受害者出现了 鞋子太小穿不下 那就鞠掉一截 不想鞠也可以 那就踩在碎冰茶子上跳舞 十年前 小景和眼前的凶手 也光着脚跳舞 当时他很喜欢小景 但他和闺蜜却在派对上恶作剧 骗他脱光了衣服 将他推到冰水眼 右手从那以后就失去了知觉 甚至让他丧失了男人的功能 当这件事被校长发现时 他们更是反过来诬陷小陈 说他脱光衣服羞辱自己 他都没能得到辩解机会 就这样被学校开除 至此仇恨的种子 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十年后 他杀了小景的闺蜜 给他换上当初在派对时穿的制服 没想到这之后 不但他的右手有知觉了 就连男性功能也恢复了 他只剩最后一个目标 那就是小景 他忍着剧痛和小陈跳舞 找机会拿到那把锯子 结果只划伤了小陈的脸 但这彻底激怒了小陈 他把一桶冰块倒在小景身上 还往他嘴里塞了几个冰块 拽着他的头发扔到轮椅上 小陈用迷药迷晕他后 正准备往小轩嘴里喷射叶弹石 去死吧 铁尸 一个人女 跳下打破天窗 老方从天而降 但也因此摔出一身伤 连枪都拿不稳了 您现在出现 是来乡买保险的吗 他用小景生命威胁老方放下枪 然后开始夸赞自己的作品 老方一听 故意用言语刺激他 说这不过是小学生作业 小陈一下情绪激动 老方见状将他扑倒 两人在地上扭打起来 可转眼小陈就拿到了枪 就在这时 小景醒了过来 拿起叶弹锅 对准这个变态 一顿猛喷 小陈瞬间成了冰雕 警察也随后赶到 这个连环杀人案 到这也告一段了 事后 小景准备出国散心 登机前老方 特意赶去送行 支开服务人员后 直奔主题 第三个受害者是你杀的吧 当晚他死的时候 小陈正好来到警局 不可能半小时内杀人抛尸 而且在他的秘密仓库里 发现了一套空姐制服 你姐姐身上穿的 并不是他准备好的那套 我实在不想把你认定成凶手 但你偏偏又出现在了监控里 小景陷入了回忆 原来姐姐为何有副制服私奔 打算告发自己私自贩卖过程 他一时情急杀了姐姐 眼看事情败露 他用丝巾将姐姐勒死之后 在顺水推舟 将其伪装成连环凶杀爱 最后警察逮捕了小景 影片结束 看完这部影片 汪哥只有一个感受 善待自己也请善待他人